哈囉 晚一點要去香奈兒活動 第一次看到有玻璃製的唇膏冠身 我選擇二號度假 我覺得這個顏色會讓我想到 不是夕陽的感覺 今天的服裝重點就是想走 隨性自在的風格 搭配有黑色紫色中色膠質的 條紋上液 好奇今天韋妮她會選 什麼顏色的口紅 四號的斷面雪紡 是一個很明亮帶一點點橘調的紅色 我對她這次的印象呢 是因為她裡面有一個特別的 枝子花精退油 她讓我在上唇色的時候 不止顏色可以持久 而且很保濕 這身走一個比較俐落優雅的感覺 在腮紅上與唇妝相互呼應 好期待今晚的活動 因為很久沒見到大家了 也好想知道她們究竟會挑什麼唇色 玻璃管身 可以穿透光線 她很亮眼 但不會過於搶眼 十號拜暫停珠寶 她是紅寶石加上琥珀的顏色 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元素 現在跟我一起去參加 Chanel的活動吧 我覺得這是凝聚香奈兒女士 創作的精髓 前衛大膽 去無存精 突破常規 突引總店迴旋進題的 香奈兒工藝品 很精緻 很有氣勢 突破對Chanel彩妝的想像 有最多的 白痴 還想進去 他很長的 阿尼 在旁邊 我